大家好,我是不重要的谭 想必各位电子爱好者或多或少都使用过几个串口工具 有的只有串口监视器和显示器 比如Arduino IDE自带的 可以接受和显示来自单片机的数据和文本 但是如果需要给单片机发送数据,比如指令 那么就需要自己手动输入字符串或者原始的字节数据 为了使交互更加友好 一些工具在此基础上针对测定的应用场景进行了改进 串口工具里集成了常用的一些交互指令的空间 比如按钮 当我想调试PID的时候 我可以用野火的PID串口调试工具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闭环驱动一体的电机 厂家提供了一个基于串口的上位机 提供了很多的和电机交互的空间 到这里小伙伴有没有发现 当我在不同的场景下 我想和硬件进行交互 需要使用不同的上位机软件 每款上位机都只提供固定的指令空间来进行交互 比如PID的我就只能用来调PID 电机控制的我就只能用来操控电机 那么就没有一款可以自定义交互操作的大一同软件吗 很可惜 截止到目前我并没有找到 所以我自己写了一个 这是这个软件的样子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我也觉得这个界面很丑 所以已经开始着手用QML重新设计界面了 但是这个软件本身的功能已经可以使用 所以就现在分享出来给有需要的小伙伴 除了基本的串口设置 串口显示器 串口接收和发送的监视器 还有一些奇迹快怪未定义的空间 看上去像一个半成品 是的 这就是这款软件的不同之处了 要想实现自定义交互指令 我在串口通信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简单的协议 这个协议的基础版本 可以一次携带一个指令及其数据 当然协议也可以扩展为一次携带多个数据 根据经验 指令大部分可以分为三类 一个是SATE 也就是设置变量参数 一个是GATE 也就是向单片机请求获取数据 还有ACTION 这个就是让单片机执行特定的动作 我们只需要根据给出的格式 将自己想要的指令 都写在一个外部的TXT文件里面 当然这只是上位机这一段操作 单片机的程序里面 也需要有相应的代码处理接收到的指令 不过这一部分很简单 用一个SWITCH CASE就能搞定 代码已经开源 我就不在这里具体展示了 在软件中加载这个TXT文件 我们自定义的指令就会出现在列表里面 可以随意选取想要用的指令操作 当需要切换到另一个单片机项目的时候 只需要加载另一个文件就行 软件都不需要重新再打开 我这边有两个demo的视频也会放到合集里面 就不放到正片了 软件是基于QTC++写的 仓库链接放在了简介 本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一个版本见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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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